112年新北好茶十丁区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从15号起到17号进行评审作业 今年因为茶树生长以及制茶期间天气良好 并且在茶季后半段遇到冷凉气候 因此产量和品质都很不错 这次的淘汰率为19% 因此竞争相当激烈 今年的茶叶都具备有冬茶的鲜甜的特性 并且在严格把关之下 我们今年淘汰率我们也希望说 有好的销售就需要有良好的品质 所以我们也把淘汰率抓到19% 这样以往更为严格 所以因此呢 再加上今年的产量很高 有532点缴交 比以往多出了两成的产量 所以有好的产量品质一定会比往年更上一层楼 担任评审的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夫研究员潘伟成表示 今年的比赛茶都没有重大缺失 淘汰的茶主要是以滋味较为清淡 而这次由于交茶茶袋统一规格 使得以往因为茶袋闷味的情况大幅减少 茶干的稳定度也相对提高 今年的话整体的茶比较没有受到茶袋的一些闷味的影响 而且干燥度比往年更加的干燥 因此在茶干的稳定上面比往年更好 112年新北好茶实定区冬季文山包装茶比赛经过严格评比 评审结果公布于实定农会的粉砖 比赛过后冬茶随即新鲜上市 爱喝茶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可以电洽2663-1214向实定农会订购 记者陈晓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